在做生意 主政這條是一個法律適應化的條例 以前本會都曾經討論過和通過其他的法律適應化修訂的草案 這條是特別與軍事軍隊、軍事設施、軍隊有關的字眼的適應化修訂的草案 主政政府的說法是大致上用幾種方法來處理 第一樣是如果那個字眼可以找到準確的英軍變成解放軍的字眼 它就會用字眼的搬自過自的適應 第二就是如果有一些情況 譬如從前的字眼是現在解放軍裏面 譬如某一種以前對英軍的描述的人緣 根本可能解放軍裏面的編制等等的架構是沒有的 它就找到最接近那個相同的意思的字眼 第三就是如果有一些以前是和軍隊有關的字眼 但是現在其實已經沒有了 就是因為解放軍之後 比如說那些英軍以前有一些退休金、付出金的那些 那現在的編制 香港法律裡面是沒有對解放軍有如此的安排的 那那些就會刪除 主政我對於第一、第二項 即是搬自過自和最接近的字眼的 這兩項我是支持的 第三項如果你說已經過時的去刪除的呢 其實政府是應該透過一個檢討來進行的 而因為回歸了15年了 其實政府仍然是未檢討相關的法例 那我覺得那個檢討其實欠了公眾的 為什麼呢 我不要再說 可能有一些 無論是特權或者豁免 或者是一些特別的設施等等 其實軍方是否一定需要呢 或者甚至可能現在的軍方 即是基於地域 可能是否不再需要呢 或者它可能需要多些呢 那我覺得政府應該檢討 但是如果現在已經回歸了15年 政府還不去檢討呢 我覺得政府是失職的 而回歸了15年才做這個這樣的 雖然都是幾多條法例 不過才做這個軍事提出的適應化的字眼 那我自己想 不禁有疑問就是 如果真的要做檢討 那會不會三十年呢 還是五十年呢 因為每一個保安局長 他可能都覺得任內 這個未必是最急的 最急逼的 因為起碼駐軍又領行到基本的防暴責任 又似乎幸運 可以這樣說 又沒有什麼特別發生了 在這些這樣的法律裡面的框架 會能夠顯示一些不足 或者是很荒謬的處境出現 於是 保安局就一直把事情押後又押後 甚至我懷疑 保安局也好 甚至可能解放軍那邊 他都沒有一個誘因 是覺得這件事情 是需要做的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 變成一個笑話 如果你已經是由解放軍去承擔這個防務 而十幾年 他本身 例如有這麼多地 有這麼多設施 有這麼多特權豁免 是不是全部在現在香港這個社會裡面 因為社會會進步的 你以前英軍 你已經不要說主權的情況 就算是 單單是社會裡面 譬如 剛才有些同事說 那些會所 或者用地 甚至那些豁免的事情 因為種種原因的編制 所有事情不同 其實都應該檢討 但是 我如果看15年才做了軍事提述 他字眼的適應化 我就有理由擔心 如果真的要做檢討 我都不知道政府 究竟想拖到什麼時候 甚至可能在他的心目中暗淡 暗中的裡面 他根本就不想做 不做的 是不會做的 如果英國有這個 就有它 那你說 如果不足 又不會有什麼特別不足 太多不足的 那就算了 所以 你問我 我是完全 有理由懷疑 政府 是沒有興趣 也都沒有優先次序 甚至可能根本 從來 不打算做 這個方面的檢討工作 主席 但是說回頭 如果 他單單是 作出字眼的適應化 從那個 法律的審議角度 我覺得 我們民主黨 沒有什麼理由要反對 因為他事實上 是找到 相類似的字 最接近的字 或者是那個等同的字 當然 有人會這樣認為 咦 會不會 你反對他 不通過這個適應法 會不會有個效果 是逼到他去檢討呢 對我來說 其實這個 是壓力不大的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那些法例 根據回歸法 和第一章裡面的法律 其實就算你現在推翻他 這條法例 適應法 其實他是 在實質上 他沒有什麼 會很大壓力 是覺得 那我就加快檢討速度 我覺得是不會產生這個效果 當然你可能 給他一些 尷尬 或者是 令他不好看 因為例書上面還寫著 英軍 但是你對我來說 我覺得例書上面寫著英軍 又好像對我來說 都不是那麼好的字眼 雖然你說有回歸法 猶如改了一樣 但是始終 你上網打 都還是這個字 那我覺得 是比較 不是那麼好的 也都如果已經15年 也都不能夠做到 那個法律裡面 起碼表面上看 是最接近 或者是準確的一個字眼 是沒有了殖民的色彩 我覺得是不太好的 當然 你說這個是有別於 平時我們所說的街道名 以前的港督的名 我是完全另一件事 因為這個是法例來的 那個可能是一個古蹟 但是我不會把那些法例 當成一個古蹟 當成一個文化的遺傳 來到去欣賞 甚至覺得這樣是好的 所以我最後總結就是 民主黨是會支持這個法例 但是我也是覺得政府是欠了社會 欠了中央去檢討有關跟軍方軍事的法律提述 它裡面所說的實質的內容的檢討和修訂 因為如果特區政府不做 難道叫中央去給一個草案 然後給特區政府做 如果特區政府不做 其實就會反過來 如果有些事情應該削減的 但是因為特區政府失職沒有做 而沒有削減 令到這個特權 多了出來的特權 仍然存在 我覺得這個甚至是會 陷中央於不宜 陷拐放軍於不宜 所以我只是希望 政府是加快速度 能夠檢討有關 對軍事提述裡面的實質內容的檢討 不是只做了軍事提述 就已經完成了 甚至是完全不會做絕對低的優先次序 有沒有其他議員要發言